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代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磁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件 这个北宋乳窑的天青柚 刻花的笔席 那么这一件的这个 北宋的乳窑的天青柚的刻花笔席呢 它是通体都是室有这个天青柚 然后就是所使用的这个技术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果足支丁烧 那它的这个高度呢是2.8厘米 然后呢它的长是14.2 宽呢是9.7 这是一个椭圆形的 我在上一个视频当中呢 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件这个 刻花双鱼纹的 这件也是刻花双鱼纹 但是呢它在这个笔席的这个中心的底部刻花的 但是呢这一件的刻花的呢 就是没有那么的清晰 这个图文呢象征着富贵有鱼嘛 这个鱼在游动 那大家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这个气形 以及这个胎幼的情况 并且呢通过这个支钉烧的这个痕迹方面去看一下 乳窑所使用的这个 泰土的情况 我是把这个非常详细的资料 给提供给大家了 大家通过这样的这个观看学习 可以了解它的这些这个啊 幼儿的情况 以及这个口言的情况啊 还有这个开片等等的情况啊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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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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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往不同的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